明天講已經整組嗨撩撩啊 這些人都 負拒到自己在幹嘛 一 每天熱衷了滑手機跟看政論 第二 精神攻擊跟情緒勒索上癮 熱衷於攻擊別人 每天很頻繁的去查看有沒有人攻擊他 第三 為了跑而跑 沒有思考 沒有戰略 沒有合作 沒有創新的打棒狀態 陳時中現在三張最有名的照片 一張是 一張是 鳴槍起飽喝紅酒 一張是 被熊抱舔耳 第三張叫做 爬廁所偷虧把桶 你認為這樣叫抱吼嗎 他們的思考真的是太奇怪了 我認為這個腦袋恐怕有問題 感覺這人想得太幼稚了吧